北京当局鼓励到台,擅自更改台海中线航线,加紧对台湾的LBQUO,政治包围的口海外媒体称习近平2049年要武统台湾,历史学家辛浩年曾指出, 中共打台湾,是LBQUO,死也不会打,要死了才可能打,打了他就死了的口2049台湾大线。 1月6日,香港英国瑞报引述美国前驻华大使瑞孝姐STAPLETONROY翻析指,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定出计划称, 2049年,即中共建政,一百周年时,要实现LBQUO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DQUO。 报告中也提到两岸同,一是LBQUO,为大复兴RDQUO,DQUO必然要求LBQUO换言之,中共以为统一定输LBQUO,死先RDQUO。 两岸还有30年时间博异,瑞孝姐还提到,习增以邓小平的画质,台湾问题RDQUO,不能留给下一代RDQUO,解决,意思已经十分明确。 中共RDQUO,台湾苹果日报评论文章指, 原月2日,央视宣传片《杀入西门丁》,原月4日中国民航突然宣布起,用台海中线M503航线,加上去年底以来中共战绩被绕台侦查, 即台湾内部新党秘书常王秉重等,是接受中共此处被调查,陆生周洪旭,在台发展间谍组织被判监等,此起彼伏。 其实,这只是中共对台全方位颠覆渗透冰山一角,知识通河,外交孤立,经济利诱,间谍渗透等,中共对台统一之战,早已在有形无形中展开, 以致中共喉舌都不会赢大陆,以LDQUUO,包围LDQUUO,台湾,文章指,央视在台北西门丁的广,高兴中国追打住文化旗号, 但其政治其统战意味,不言而语被陆委会矫停,大陆难以智慧,而大陆民航局大方宣布, 启用M-30北非航线,择待挑衅性质,应该航线靠台海中线,一大被解放军利用,台湾将防不胜防, 马英就主政年代大陆给面子搁置,蔡英文执政据任意中,中共借此爱意颜色, 中共启用M-03航线北上运行,即相关线接航线,引起了台湾方面, 指责未经协商就开启,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关切,敦促应由双方对话决定, 并重申反对大方面,改变两岸现状,中国外交部则暂提一个中, 混合三个联合公报原则,要求美国妥善对待,台湾民航监管月潭,起飞,M-503, 航线民航公司,月潭没有任何效果,而去年辽宁纪录中中红旭, 因在台湾收买军政人员,做共铁背叛监事件未了, 新年刚过检方,就宣布对州追压发展组织罪, 指州社利用台湾、新党等人运,做辽缘,新闻保集会,人顾问, 参与经营,保诈由中共国台半全额挫住,在台发展间谍组织, 尽管新党秘书常网柄中公开否认指控, 但去年元旦前,他随新党主席与慕宁榜大陆或中共总书记席, 竞平亲自接见,辅回台极刀法务部调查, 反映王登陆北京在台当局眼中十分敏感, 中共对台渗透不但已进入政界, 军方亦不能幸免, 曾任前副总统吕秀, 连随护的国安局萧萧王洪如, 被大陆国安吸收为间谍, 中共军队退役, 上位镇小江赴台首席情报, 将大批台湾县退役军关系收, 包括陆军少江水、奶泉、导弹之回光和季贤等, 军中航盖陆海空等, 无补轰动一时, 台国防部称, 2011年至2016年5年间共战破23件空敌案, 中共对台湾社会渗透同样令人吃惊, 去年9月三名台大学生, 因反对在台大校园指, 行电视选秀节目中国新歌声, 遭统一党成员, 用甩锅攻击受伤送院, 随后爆出中共一年资, 助统一党奎战安乐, 一年500莫人民币, 逐联邦3000莫人民币经人类目, 文章称, 对台统战渗透颠覆, 由过去被动转向主动, 北京侯舌媒体甚至公然称, 如果有一天解放军战机, 真的飞越台湾岛, 军舰开到台湾港口上, 台当局真敢怎么样, 台军派战机常驻澎湖, 美国航母大机群, 进入西太平洋, 迎应中共威胁, 美国和中华民国也有所动作, 苹果日报报道, 因为中共违反两岸协议, 片面起, 用M-503北上航线, 中华民国军方考虑做出制衡, 包括在澎湖长期, 派驻IDF战机, 台湾空军高层日前透露, 原在夏季进驻澎湖执行美天驱, 驻防任务空军IDF中队, 未来考虑改为全年常态部署, 目前空军还没有有调整为全年常态部署的计划, 但若有需要, 随时可以配合调整, 这是其中一个选项, 美国海军5日报报新闻, 指出由一艘航空母舰, 一艘飞弹巡洋舰及两艘飞弹区, 逐渐, 所组成的卡尔文森号航舰, 打击群, 以及自美国系按摩港上地牙戈海军基地起航, 执行定期一系太平洋部署, 这是卡尔文森号第二次游第三舰队指挥节, 指在印度到太平洋区域直航任务, 中共真要武统台湾, 中共政权目前面临内忧外患, 国内民怨沸腾, 经济面临危机, 金融风险依然高涨, 国外, 中美貌一摩擦加剧, 边境危机不断, 中共对外渗透灭, 邻国技术会联合围堵, 中共的现状, 连千里之外的伊朗民众示威, 都被示威对政权, 的LDQUOO, 威胁LDQUO, 根本无法负担, 逆朝, 镇定带来的风险, 历史学家辛浩年曾指出, 中共打台湾, 是LDQUO, 死也不会打, 要死了才可能打, 打了他就死了的Code阿波罗网, 特约, 评论员LDQUO, 管中间ARTGRO, 认为, 中共对台湾的渗透, 由来已久, 而近期突然加大支持压力, 叫喊武统台湾, 可能只是某种政治恐吓, 一个是防止台湾出现脱离中共掌握的倾向, 一个可能是牵制美国对朝鲜动武, 美媒曾引述专家分析, 北京当局的武力绕台, 可能与朝鲜局势有关, 北京或几次大处威胁, 如果美国攻打朝鲜, 那么台湾也可能面临LDQUO, 威胁LDQUO, 阿波罗网里华明报,